李荣浩跟他合唱《至少还有你》才听几秒全场被感动哭。 最近,歌手李荣浩受邀参加大陆歌唱综艺节目《嗨!》唱起来。 不仅与百名欢唱达人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经历,还与另一位歌手拍档重新诠释《至少还有你》。 两人配合默契,和音超级好听。 李荣浩19岁开始闯荡歌坛,从素人一步一步打拼过来,终于有了现在的成就。 他表示,一开始一年之卖两首歌,一首歌也没多少钱,写这么多歌都没有人知道幕后的人是谁。 但是我觉得,只要是好歌,他可能在发的这一年没有火,过五年或者十年一定会火。 不用想太多,你就想一件事,写好歌。 除了鼓励有音乐梦想的年轻人《勇敢逐梦》,他还与同属创作人的印子乐合唱《至少还有你》。 。 李荣浩的嗓音饱满厚重,印子乐的声音则清新甜润,让这首歌有了爱情的甜蜜味道。 。 听完李荣浩的故事,再听这首歌,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 。 两人的和音排完美,听完整个起鸡皮疙瘩。